你要做浅色不要做深色 当然白色是最理想 因为这样子房子会比较明显 房子可以做成长方形 方形或是梯形 你要做成圆筒形 做成方形 如果要做的shape很清楚 你可以在桌子上 你手捏着放着 它慢慢就会变成很清楚 你如果要抠很尖 你就只能够用手 这是一个正方形 你可以做成长方形 做一个小的piece 窗户或是门 放在上面 窗户可以先push一个洞 然后再把颜色放进去 你也可以直接就放在上面 心理也是 你最好是先在屋顶上做好的 先弄一个洞 然后chimney放进去 这样子比较不会掉下来 门 如果你要直接粘在屋子上 你要做扁一点 很小很小很tiny 你可以做个小小的tiny的knob 或者是你画一条线 你可以做的很细哦 你还可以做它的state 楼梯都要非常小 非常小 那楼梯旁边两边 有时候你可以用切的 你可以用刀子或是用stick 帮忙它把旁边修扁一点 把它下面修理一下 你可以做一个很小的门把 非常非常小 你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可以用stick 可以再更小 如果太大了 就当做是这个门上面的窗户 你没办法用手做sheep 你就用stick 下面的楼梯也是 你可以用stick推一推 屋顶有这样子的形状 像空 可是它旁边有角 这个是三角形 你先看看你屋顶要什么颜色 把一个颜色会比较突出 就是比较contrast 比较strong 你尽量用它那个颜色 因为它是立体的 你可以做两边或四边 都有门或是窗户 先roll一个空 圆形 然后这样子 有个地方比较窄 这样子就会一个尖 一个圆 这样子是个空 然后你要做成像有sheep 你就把两边捏一捏 捏一捏 这个sheep就出现了 就是像这样子的形状 有coner的 那因为已经有这个形状了 是做成一个cone的形状 但是不要那么尖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三角形的形状呢 就捏一个三角形 嗯 可以说你可以放在桌子上 这样子它会平一点 因为我们的肉是凸的 那你放在桌子上 它旁边就会比较even 你慢慢的修它 不要太急 在你的桌子上 干净的地方 每一面呢都稍微的轻轻的压它 轻轻的压它 当然厚度要跟房子一样 趁它还湿的时候 赶快粘上去 最好房子比较瘦 不要让它变形 修一修 有时候用大的 如果你要你的房子有一点pattern 你也可以用这个去做线 你在做的时候就会看到 你也可以让你的房子有一点pattern 不一定房子就要很整齐 窗户你可以放上去 然后再加上线 你也可以把窗户弄凹进去 painhouse 你可以先把它凹进去 你也可以这样子就是个窗户 但是如果你想要它有颜色 你把窗户放进去 刚刚这个你做的凹洞里面 然后呢你如果想要有点线 你再压线 每一个动作都要很小心 如果压扁了要修一下 窗户也可以只是连在旁边 先压扁 因为在外面的话 你不做个洞你就压扁 然后最好是做两面 先不要把它放在这个上面 要等你的叶子干的时候 才可以用咕噜黏上去 你要先确定它可以在lighthouse 确定好你的尺寸 你先把这两个弄好 这两个应该even 它们在一起会不会太高 太高 你就不要弄那么多 先做白色的 你的手要很干净 你先决定要几层 一二三 你可以把你的lighthouse 先切成三等份 你手必须要是干净的 你可以先分成三等份 就是做一个圆形 做一个圆形 做一个圆形 然后压扁 你这个圆形最好是有大中小 大中小 假设这个 这个比较大 那红色也是一样 大中小 大中小 圆形压扁 跟白色一样 确定你的手是干净的 确定你的手是干净的 把这个放在一起 大的跟大的 先不要mix OK 再轻轻的roll它们 让它们mix在一起 先mix 压一下 然后呢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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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roll roll 一边roll 一边再把它push 这样子它就会 黏在一起了 但是你要注意 有的地方白色会多一点 你要拨一下 差不多黏上去以后 你就要检查 有没有比较不even的地方 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不even也没有关系的 你把上面稍微的 下面push 上面弄近一点 如果你的手容易出汗 要常常擦一下 lighthouse就不会变成粉红色 是不是lighthouse 一定要用红色白色 不一定 你也可以整个用白色 然后the top 我们就做成黑色 做一个圆锥形 做一个空的形状 就跟lighthouse下面一样 你要让它站着对不对 你的头也是要让它 可以黏住这一个 把下面弄平一点 如果你要让它黏得更好 你可以先拿一支笔 在这个上面 就像在做雪人的帽子 你要让雪人的帽子 戴得上去 你要先把这个做 一点点浅浅的动 然后就可以放上去 你可以让lighthouse做歪歪的 lighthouse 这个要even 当你在捏东西的时候 还没有定型 你都要先把它分好 然后看看是不是都一样 避免连续的这样放 你要放在这个的后面 大家要确定一样的高 如果你没有先放前面后面 距离可能就会变了 距离可能就会变了 轻轻的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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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nce over了 用手轻轻的捏掉 你可以做黑色的门 椭圆形 压扁 lighthouse上面的窗户 你可以不用做颜色 有时候你只是放一个圆圈 一个圆圈 这样子也可以 当然放颜色是更好 更明显 想想看 你可以做灰色 或是放蓝色都可以 让它们的大小尽量一样 这样放进去 确定它有放进去 不一定要去push它 好 你要一样大 做一个chimney 做成圆筒的slinder 或是要做成一个 长方体 你要让它站这样子 或是要站直 要想好 好 当它上去的时候 你再用stick 稍微的把它修一下 轻轻的修一下 切笔上面有点圆 轻轻的敲一敲 它就平了 屋顶有一点pattern 可以用stick 去做pattern 要趁它还湿的时候做 它整个变成硬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做 做一点点也可以 不一定要做全部 如果你没有把握 你可以不用做 因为它是one color 如果你放上了红色 我也不清楚 我们要让它contrast 比较清楚 可以用蓝色 你必须要抓一个amount 跟这个房子很接近 先做成一个q 正方体 看一下差不多了 然后你把上面捏扁一点 这样子就变成一个三角形 侧面是长这样子 正面是长这样子 为了让它均匀 你就要放在桌子上 尽量的四边轻轻的按一下 这是一般的屋子的shape 就是这里是尖尖 旁边是三角形 可以在这个屋顶上做两个窗户 你可以让它contrast 爽一点 你要做黄色也可以 橘色也可以 如果你要做方形的 你要用stick去挪它 因为很难用手做成这么小的方形 你除了把它弄平之外 你要在这边改它的shape 就是在这边推一推它 那你要做什么样子的树呢 可以做mix的颜色 做好几个球 然后把它mix起来 或者是做不同颜色 做圆形 或是做土圆形 或是做一个空的样子 都可以 你可以好几个颜色 你也可以不要mix well 像pint tree 或是oct tree 树干当然不一定咖啡色 如果你想要用黑色也可以 你这样roll它 树干要蘸 所以让它有一边是平的 稍微在桌子上敲一下 有一边是尖的 尖的是要放在这个树里面 先把它搓一个洞 不要太大 然后看看这个树能不能装进去 你可以做很多种样子的树 尽量多做几颗 可以做bush 鱼你要用做的也是可以 ocean 如果还没固定 你要把这个先hold住 把你要的房子摆上去旁边要配几棵树 因为这个是imagination 有一片叶子 然后上面是一个lighthouse 叶子飘在海面上 Sea sure在上面 或是C star在叶子上面 小鸡或是小鸟 size不要这么大 这可以看其他的video 上面有教你做 如果你是做天空 house不一定只是在叶子上 也许是在云上面 或是在你画好的云上面